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后敬请收看 这里是乐山之乐山巡谷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四川乐山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的设置组呢 缤分两路行走了乐山的七个曲线 记录下了乐山人精彩而又有趣的乡土故事 那通常我们说人说大话会用吹牛这个词来形容 可是您见过吹猪吗 能将一头猪吹得滚圆 还有啊 一位七巡老人使用一米长的弯刀当工具 一口直径三米的大锅蒸煮着他的全部夹当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乐山巡谷之旅 这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作佛 坐落在明江 清一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 是唐朝和尚海通禅师发起修凿 历时九十年才完工 他的官名叫加州陵云寺大弥勒石像 时至今日 知其官名者甚少 人们习惯称他乐山大佛 或许大多数游客因乐山大佛来到乐山 我们的乐山巡谷之旅要从这些稻草开始 他叫陈宦斌 牧川县牧西镇三西村人 地道的农民 不过这些已经打过骨子的稻草不是他家自产的 是老陈像桃换宝贝一样从外面高价买回来的 他收稻草一看长相 二问出身 长相好就是这些稻草根茎上没有斑点 颜色金黄 要论出身 选生长在浅泥田里 不失化肥的稻草 这样它的根茎硬且有韧性 老陈一家子都精心伺候着 将它们一根一根地修剪好 接着 老陈又支起了个棚子 说是专门给稻草搭建的临时住所 不仅如此 还要给他们焚香薰衣 薰衣的目的是 一个是炒的这个烟纱 不能变 二个是放置虫 这稻草时间久了还要生虫 你这是用什么薰呢 这个就保密了 保密的 这个还是 我只听我们父亲说 用这种游行生 祖上穿下来的 说到这儿 这些稻草究竟有什么用呢 您再往这边看 是不是眼前一亮呢 如此精美的龙头 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龙是中国人的图腾 用草扎龙已经研习了上千年 这位是老陈的弟弟陈焕军 陈家兄弟凭借着这一古老记忆 成为了国家级的飞夷传承人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些骨节 排列出来的图案 然后这外边呢是黄色了 里面就是白色 渐变到黄色 一条草笼要耗费八十多万根稻草 在编制过程中 陈家兄弟不画图 不打底稿 他们像一对魔法师 将稻草排列组合 变身成龙 魔法是虚幻的 草笼却是真实的 除了父辈清传的手艺 更多的是时间的打磨和耐心的考量 在讲究效率和成本的现代社会 陈家兄弟的坚持难能可贵 每条草笼的诞生仪式 他们都要武耍一番 按祖辈的老规矩 在武龙之前 老陈要先宴请参与武龙的兄弟们 他叫胡亭君 是镇上为数不多的职业杀猪将 和陈家兄弟一样 老胡杀猪也是家传的手艺 在过去帮人杀到猪 能换一公斤多的猪肉钱 尤其进了腊月 请人杀年猪都要提前预约 杀猪将是农村挣钱比较多的手艺人 现在人们认为杀猪是脏活 愿意干这一行的不多了 当帮手的是胡亭君的儿子小胡 杀猪之前先被料接望子 家里人把猪血称为旺子或者血旺 血旺是杀猪菜中的头盗菜 血旺是否滑嫩可口 秘密就在这配料上 杀猪有杀猪的规矩 最有技术含量的是吹猪 在猪蹄上面开个口 用钢鲜打通脉络 剩下的就要考验杀猪将的废活量了 吹猪可比吹气球阻力大多了 要单填运气 中间不能停歇 一直把猪吹骨为直 为什么要把它吹胀呢 在沐西镇上也用老法子吹猪的只有老胡了 有的改用打气筒 有的直接将毛烧掉 老胡说 吹猪是辛苦点 刮毛就会轻松些 在开水的刺激下 猪身上的细绒毛被刮得干干净净 大家九足饭饱准备五龙 一只阴沉的天突然放行了 大家都说草龙具有灵性 对于灵性一说 陈家兄里或许有另外一层理解 那就是听从古训 遵循古法 心诚则灵 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 道理是互通的 据牧川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嘉江县马村 一位七群老人同样付诸成心 点香粉指 祭拜祖先 今天祝人家大祖马 再次 祭祀 我们的套子老祖宗 太后显示 忘了他保证我们 安全生产 一开手 二开手 三开手 祭拜过后 他们拿起长长的木棒 走出老宅院 走到一口巨型木锅的上面 杨战瑶老人说 木锅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 每到这个环节 当家人必须到场 人家过去说 只要你爆料子爆花的话的话 就是全家蛋餐 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名贵的东西呢 透过热气 我们看到了类似麻草的东西 咱先说这口大木锅 高2.7米 直径3米 称为黄锅 黄泛制竹子 黄锅呢 是我国古代手工造纸 不可缺手的工具 每年的四五月份 杨家砍当年生的新竹 被竹全年所用的造纸原料 经过水澳杀青 然后就放进黄锅里蒸竹 这口黄锅一次装几万斤竹麻 可以供应半年炒纸的用料 如今杨战瑶把最重要的黄锅蒸竹工序 交给儿子来掌控 做了七天七夜了 子弹的好坏就在这上面 举个料 料煮得深 那个子弹 这个吸水效果肯定要差得多 传承了千年的古代工艺 用料的配比 火候的掌握 竹麻成熟的程度 每一步稍有差池 主家就会有倾家荡产的威胁 杨战瑶家是嘉江县马村 传承最久的造纸世家 到他这一代 已经是第十三代传人了 杨战瑶发明了传统手工纸 杖二匹 填补了我国手工大幅面 输料画纸的空白 被称为纸状元 经过十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 古法造纸仍具活力 乐山嘉江气候温和 属亚热带温润气候 与量充沛 是以竹子生长 自唐代以来 嘉江极有熟纸之香的美誉 当地以竹子手工造纸 到清朝达到鼎盛 康前时期成为贡旨 和文为全职 他与安徽宣旨齐名 曾被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 赞誉为国之二宝 片纸来之不易 过手七十二遍 杨家古法造纸 与明代天宫开悟中 所记载的工序 完全相符 从原料竹子到一张完整的纸 需要七十二道工序 前任概括为二十四个字 砍其麻 去其青 字其灰 竹以火 席以水 冲以旧 钞以帘 刷以壁 早在二零零六年 嘉江竹子制作记忆 被列为中国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 指状元杨战瑶 还有像家传的功夫 那就是弯刀割职 判官判定 催命鬼锁定 然后弯刀就该上场了 这案板和弯刀 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这根木杠称为鸭条 判官是指鸭条前头的笋头 后面的称为催命鬼 判官 催命鬼 弯刀 这三个词 是乏味的材质这项体力活 瓶添了不少江湖武侠的味道 上刀之前涂抹些油 使其润滑 杨战瑶说 纸张按刀来计数 一刀就是一百张 年轻时一刀能裁七八刀直 并等平整光滑 没有毛边 现在体力不支 只能裁五刀直了 一公分一百张是吧 嗯 但是压斤 不压斤的话 不能压斤 这样子 踢吧 好重啊 这个刀 踢得踢吧 然后 然后你 你把 你把 四伤按到这个里头 哦 你的屁股还要坐紧 要坐下 哦 手腕子夹紧 哦 哦 哈哈哈 你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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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行吗 这样不行 你光不着就不行了 你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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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重啊 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不行 你四斤 你四斤 哇 你 切不动了 那我 你看嘛 我 这样搞完 看到 这样夹紧啊 屁股都坐着 吊着的 你才搞得你 才搞得人家的 腕刀极其锋利 一不留神 就会割到手指 杨战瑶把教授全过程 一一传授给儿子 唯独这腕刀材质 儿子至今 不能独立操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老手艺的技巧 不可言传 更不可与俗而救 只有成年反复操作 日子久了 再得以要领 才慢慢的心领神会 得以传承 这种传承 往往局限于一个家族 或者某一区域 有一种食物则是例外 不分人群 不论南北 也没有明细的事成 但在中国传播最为广泛 它就是百昏不如一宿的斗质品 普通稻草是个宝 给它脂肪来焚香 吹猪应该怎么吹 胡家父子有绝招 一把一米长弯刀 一口三米宽木锅 判官判定 吹明鬼锁定 然后弯刀就该上场了 它周身长满绒毛 纤细而柔软 极富生命力 本吉祥土行动在四川乐山 来自巡谷之旅 敬请收看 这里是乐山之 乐山巡谷 在乐山武通桥的一间 阴暗的房子里 豆腐们静静地躺在里面 几天之后 全身自然生长出一团绒毛 根根直立着 极富生命力 它下面的部分 还沿着箱底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是 十到十二厘米左右 我们取一颗下来 五公分六公分了 六公分了 它仅仅是它下面的 对对对 毛眉的长度 就能打到五六公分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上面可能还会 这可能就有十几公分 对对对 豆腐身上长的这团绒毛 称为毛眉 毛眉纤细而柔软 十分害羞 轻轻触碰 它即蜷缩 最后成为包裹豆腐的 一件薄薄外衣 在我们这个五通桥 这个特有的环境 跟这个特有的湿度下 它有特有的这种细菌条件 才自然生长的这种毛眉 它属于一种自然发酵 所以说是天然存在于 这个特有的环境中的 在其他地方也是找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 这种天然的微生物霉菌 在1938年 被老一代科学家首次发现 命名为中国五通桥毛眉 在发酵过程中 毛眉将豆腐中的蛋白质 和脂肪分解转化 形成丰富的钙 铁 铁 和各种氨基酸 那个毛眉好像更浓一些 更厚 对 或者就是 过去一百多年来 它一直就是沿用的这种手艺 手艺活 就是这种大的 所有的那种量产化的 它肯定都不能做大的 就是工程化 对 对 只有手工 平常老百姓家 就做大的 平常老百姓家 不怎么做小 做大的 浑身长满毛眉的豆腐 离不开酒的滋养 它们在土罐之中修身养性 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豆腐成长为腐乳 醇厚的香味和细腻的口感 使它成为很多人 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康润斌 八零后 中学时出国学习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 他认为 这种腐乳 堪称中国式奶酪 在工作之余 他常常随岳父岳母 回到老家 听石墨与黄豆 共同演奏的交响曲 当人经历过繁华与喧嚣 总想放慢脚步 回归简单自然的生活 古老的石墨 因效率低下 曾被搁置 多少年后 突然兴起一股 怀骨之风 人们越来越想念 石墨没出来的豆香 随着枝压枝压声 浓稠的豆浆 缓慢流出 将其倒入大铁锅 随着柴火的烧灼 满屋 满屋飘满了浓浓的豆香味 豆腐炉的 你是这样子煮的 煮出了很好吃的 味道很好的 有咸的 有五香的 有各种味道都有的 有句玩笑话 开豆腐房 不会亏本 豆浆可以点豆腐 豆腐可以做豆干 豆干还可以做成腐乳 实在不行 腐乳还可以变成臭豆腐 其实 它们的制作工艺各不相同 但从中可以看出 人们仅用一样大豆 就可以做出十分丰富的豆类食品 卤水点豆腐 一五香一五 稍许卤水下去 豆浆开始起花 在重力作用下 去除大部分水分 豆花会集结成豆腐 在康润斌看来 整个过程缓缓相扣 并且妙不可言 豆腐切块放入特定的环境中 它便悄无声息地 裹上一层柔美的外衣 本是腐乳半成品 康润斌却喜欢用油煎了吃 撒上辣椒之类的调料 集成一道美食 这种味道 康润斌很熟悉 出国留学的经历 让他对家乡的味道 有了特殊的偏爱 与康润斌不同 张志军除了当过几年兵 就没有离开过家 因为去了村里的豆腐西施 他和妻子张燕 靠做豆腐干来谋生活 为什么考虑到用机器来做呢 机械做出来口感 给人口感始终不如手工的 前两年他们曾使用机械加工 但味道变了 机械被当作废铁卖掉 夫妻俩重新采用手工制作 为了传统的味道 只能按照老法子 不能偷懒 不能省事 这是很多手工作坊 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早上五点半起床 到晚上十一点钟才睡觉 就这十几个小时 不停地在做 不停地做 张志军负责豆腐干的加工 最后的卤制 则由妻子来完成 豆腐干要经过两次卤制 并且每次所有的卤料都不一样 三十多种中草腰材 一包一斤重的料 只能煮五锅 四五百块豆腐干 用过以后必须换新料 九年前 张燕的母亲 将这一核心技术传给了女儿 同时也将豆腐房 托付给了女儿 核心最宝贵的地方 然后除了我和我妈 我的爷爷的一代都知道 然后我的老公都不知道 叫他来 他都不认识这个 张志军动作麻利 从治疆到豆腐干成型 他在几道工序之间忙碌着 妻子张燕说 他们俩各有分工 丈夫保证豆腐干的口感 一个人做 才能保证一样的口感 而他主攻味道 整个卤制过程不用色素 完全用红糖和中草药来调配 他还要不断增加豆腐干香味的深度和广度 看似清闲却不轻松 一个劳力一个劳心 夫妻之间的配合早已摸起 九年来 妻子在原有配方的基础上 不断调整配料 豆腐干的香味日益浓郁而丰富 锅要滷两次这个豆腐干 然后第一次是滷至入味 然后第二次就是着色 然后才会成那个成品豆腐干 张家豆腐房所在的滑头镇是个古镇 据嘉江县志记载 清朝咸丰年间 未躲避洪水 几里地以外的狗家厂住户迁到此地 因这里的地形像离田的滑头 于是定名为滑头 后来滑头改为中滑的滑 由于滑头镇深层在群山之中 江边的吊脚楼 还有这座二十多米长的铁锁桥 使古镇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仅一条古街就有五家豆腐房 为了区别于其他作坊 夫妻俩给自家的豆腐干 起名为张疯子豆腐干 我们取这个名字 第一个别人觉得奇怪 他就容易记住知道吧 第二个因为我们这一片做豆腐干的都姓张 就是便于区分 张志军说不少外地人到滑头镇 听说有家张疯子豆腐房 出于好奇就买几块尝尝 喝口味人家就会带些回去 时间一长 他家豆腐干的名气越做越大 基本上早上十点钟 所有的豆腐都削完了 我们都卖完 那就是得到大家认可了 所以我们就想保存这种手工的 是吧 就保存我们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 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太少了 然后我 我觉得 做出来 做认真 是很 很难做的 不论是做草笼的陈家兄弟 古法造纸的杨家父子 还是做豆腐干的张性夫妻 他们身上具有同一种特质 那就是认真和坚持 认真做事不易 如果常年坚持 自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经过岁月的沉淀 古老记忆会历久迷香 在四川乐山的探访中 我们发现有很多传统 早就牢牢的根植于当地人的行为习惯当中 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那如今呢 古老的记忆正在渐渐的离我们远去 我们发现它并且保护它 使这些老手艺啊 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水的地方建大船 没鱼的船舱还称缩 明明缺水 却茶楼满街 茶客迎门 船上不打鱼 船舱里面唱大戏 大船不在河边 为何偏偏建在山顶之上 山里的遗族爱喝酒 绿米树叶酿穹江 水酒如何泡 转转酒怎样喝 敬请收看下期相途 这里是乐山之 山之乐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